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铁游医生 今天我们仍然来聊老年时代这样一个话题 因为老年时代是一种广泛的存在于老年人大脑神经性褪性疾病的这么一个常见疾病 中国的老年时代患者二次海默病是最多的 虽然有些药物在临床上可以改善老年时代二次海默病它的一个症状 比如说我们现在多用的是什么呀 断奈派奇、加兰他米、美金刚以及伦卡耐单抗注射液 但是目前还没有一种治疗方法可以有效的预防和逆转二次海默病 这个目前是没有的 因此我们这个世界顶级期刊里约刀 在2024年时代预防该预研究报告中 也提出了14种可以预防的危险因素 这个非常重要 预防是胜过治疗的 这个奇及医生以前讲过 通过这14条的预防可以预防一半的老年时代的发生 那么今天我们聊一聊一个新的研究 2024年8月12日 二次海默病研究与治疗杂志最新的研究成果 什么呢 该研究招募了196名老年参与者 他们接受蛋白质的摄入量、认知能力和APO14基因分行和营养生物标志物的评估 将蛋白质主分为一个低、中、高三类 研究结果显示什么呢 高蛋白质的摄入与持呆症状的老年人 更好的前景、记忆力功能相关 什么意思啊 适量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有助于老年人保持记忆功能 这个是老年痴呆的二次海默病一个重要的遗传基因 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吃的比较多 尤其是鱼类蛋白质吃的比较多的话 那么认知功能下降会怎么样 会缓慢 延缓认知功能的下降 对于老年痴呆的预防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所以啊 学生经常说要适当的多吃一些蛋白质 尤其是优质蛋白 中国精密善治体推荐了适量的补充琴类、蛋类、鱼类和豆类 这些相关的优质蛋白 那么对于减少老年人的肌少症、衰弱 改善老年人的免疫功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篇报告的告诉我们 还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大脑神经的一个健康 那么老年朋友们啊 还是应该适当的多补充一些蛋白质 尤其是优质蛋白 除了肾病的老年人一定要控制蛋白的摄入 该阴化的人要控制 那么其他的人呢 一定要多摄入优质蛋白 对于身体的健康啊 精神的健康 大脑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当然也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 幸福平安 也欢迎大家关注邱医生共和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